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星云大师因缘串联社会各界 包含了医疗机构长庚医院 还有高雄荣种等领袖人物 以及不支部公司企业的南六企业董事长 过去也担起了口罩国家队的责任 日前他们都出席原集赞颂会 向星云大师致上最深敬意 冯冠山开山星云大师原集消息发布后 各界前往调研 高雄长庚医院前院长李炫生 带领多位医师向大师三跪拜礼 也分享了人间佛教带来的启发 看着大师一路走来的身影 表达自己心中的体悟 这样看着大师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 就是让我们自己觉得 看到自己觉得非常的渺小 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知道这样子 那也后来辗转来到了高雄冰冬 然后也可以能够在大师的身边这样亲自跟他有接触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而高雄冬冬院长林耀祥也率领一级主管打20多人 导园级赞颂会场调宴 因为我们从事医疗工作就是一样跟冯冬山的宗旨一样 是福度众生 福度大众 过年啊 还有这个 新 就是 延宵的时候 都会来上面参拜 季允大师即便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 他也是都会很开心的跟我们 主动跟我们见面 所以这个缘分算是非常的深了 这十几年大概都是这样 此外部局部大型厂商的南六企业董事长黄青山 他也记得新云大师为他说过的话 在过去疫情期间也担任口罩国家队的重要角色 拜见他的时候 他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有数的时候都会想到拜托求菩萨帮忙保佑 但是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当个小菩萨来帮这些需要的忙的人 虽然没有正式拜大师 但是也算是弟子的心里面 孙子里面 所以我对大师非常敬仰 非常怀念 新宇大师原集赞颂会上 社会领袖人物抵达哀悼之意 回忆与大师的过往点滴 也让人看见大师的缘分 串联社会各界 人间威胁张玉城镇定家智能钟高雄采访报导